国产掌机终于顺利的往下这个IDEM返环 这边就要对决四个Steam掌机了 但这款游戏是蓝胸反作弊启动 Steam游戏系统打开可能就 我这边开启的是AMD日化 然后是用的优化系统的自定锁平档 并用这个帧数软件锁这个35帧 IDEM返环的话不锁帧的话 掉帧还是蛮严重的 锁性锁这个35 整体来说流畅又稳定 这边演示的设备是GPD-203 是去年4月份发射的一款1165芯片的掌机 这边系统是野蛮优化系统 这个系统是我自己折腾的 主要是为了节能 节能然后不卡顿 并且附带了像锐化软件 锁针软件 看帧数的这种 主要是给玩家带来个更好的体验 Steam这颗截备的话 因为有蓝雄反作弊 原车系统不一定的运行 不过也没关系 26号媒体评测就解禁了 能不能玩马上就能知道 瓦数这边我是没有锁瓦数的 我是用这个自定锁平档 锁了一个CPU主屏 温度大概是不超过60度 续红的话是在90分钟左右 和Steam Deck应该差不多 这款游戏当初英特尔 说是会发布一款优化驱动 但是还没有等到 游戏的话有一点点小bug 就是会有彩色的点 但没有发生闪退 和一个不能运行的情况 这边还是强烈推荐大家购买的 体验起来还是很棒的 这边同时会关注 Steam Deck的运行情况 如果有媒体评测的话 我会把视频也放在2P 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参考 我这边个人预计Steam Deck的运行情况 不一定那么好 因为这个游戏还是蛮吃主频的 也没关系 反正等一个评测就可以了 我这边还会继续提供 更多游戏优化系统和试玩 包括Steam Deck的优化系统 然后等我打过这个boss之后 我会继续更新这个游戏 现在太难打了 真的没打过去 就是我多锻炼技术打赢这个boss 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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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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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